这个会计应该是 三党不过半 这个不是哪一党造成的 是人民的选择 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说 全世界只有行政权 会侵害人民 从来没有立法权 会侵害人民 这种事情 现在讲的说 哇好像很紧急 很危机 立法院一扩权 可以把人民随便找来啊 怎么样 那个真的是天荒夜调 因为立法院谁来抓 也要靠警察 都要靠行政机关啊 那行政立法 没有法官啊 所有事情还是要法官 最后裁决都是要 透过行政部门啊 不可能立法院自己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 所以呢 今天呢 把立法变得怪兽 变得怎么样了 那个真的是太离谱 然后别人 大家不懂就算了 大法官不懂吗 暂时处分是要 紧急事件耶 不可归附耶 是 那你那个有那么紧急吗 现在立法院全部在秀会 大家都出国了 谁会发生这些紧急事件 因为我看那个大法官 这个暂时处分里面 因为其实条文蛮多的 他好像十几条 是作为这个所谓的暂时处分 那里面都是跟说谎有关的 说官员说谎这些事情 他认为都是要暂时处分 不能处理 我就觉得蛮奇怪的 他好像是说 大法官认为官员说谎 不是立委的事情 立委不能管官员说不说谎 这件事情 这很荒谬 从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嘛 武权总统当中 现在哪一个出了立法院不可控制之外 是人民选出来之外 哪一个部门不是听总统的 提命选说的事情 那如果连立法院他都不用 他就是 他都是皇帝了 是啊 他现在感觉是行政怪兽 就反正总统一把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